关于考试这门选须是不是也有很多问号 为什么我一考试就容易焦虑紧张 前一晚睡得好上了考场还老想上了厕所 为什么这道题我明明会做 但是一到考场上就想不起来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学尹一名成长中的心理咨询师和正念老师 欢迎来到真我心理 我会持续投为硬核有气的心理学知识 那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来揭秘一下 是什么决定了我们在考试中的表现 以及如何消除考试焦虑 做到正常甚至超常发挥 本期内容的支持点主要来自于 著名的心理学家本伯恩斯坦的这本 战胜考试焦虑中的精华内容 那我们掌握了这里面的东西之后 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应付各种大大小小的考试啦 我们一起造起来吧 我们在考场中稳定甚至是超常发挥的秘密 在于找到自己的最佳表现区域 那这就涉及到了一条非常有名的曲线 耶克斯多德森曲线 这两个哈佛的心理学家发现啊 我们在考试中表现的如何和我们的紧张程度 是成一条A道U型的曲线关系的 紧张程度过低或者是过高都不利于我们的表现 那最妙的情况呢是一种A适度的 但是又hold得住的紧张感 在这个时候你是表现的最好的 不过呢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任务难度呢 它最佳表现区间是不一样的 那一般来说在比较难的任务当中适合比较轻的紧张感 但是这里要破除的一大误解就是 紧张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敌人 在很多情况下一定程度上的紧张感反而是有利于我们发挥的 第二个秘密在于并不是紧张不安本身 而是我们如何定对紧张和不安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在考场中的发挥和表现如何 那本发现啊在考场中那些可以稳定 甚至是超常发挥的人 他们并不是不会感觉到不安或紧张 而是他们并不是很把这样的紧张和不安当回事 他们觉得这是正常的 他们会对自己说 啊考试就是很难就是很痛苦的 那是我能hold住 那那些容易考杂的人 他们的问题在于太把自己的紧张和不安当回事了 反而加重了自己的焦虑 他们一旦紧张就会陷入自我怀疑的漩涡 就会担心自己做的不好 然后产生手脚发抖啊这样的身体反应 既然就更加自我怀疑 陷入这样的整个性循环当中 那第三个秘密在于我们很多人以为 只有我们的大脑参加了考试 实际上并不是的 是我们的整个身体在参加考试 那本博恩斯坦就发现在考场中 有很多考生他们的肢体语言是不对的 很多人呼吸非常的急促 有的时候还会无意识的屏住呼吸 或者是拳头紧握 或者是面部猙獰 其实这些肢体语言对于他们的考试表现 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但他们自己却并不知道 而缓解紧张感 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 也是从身体入手 在这里教给大家两个简单实用的小工具 工具一 复视呼吸 那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工具啊 实际上很多人都是不会深呼吸的 他们深呼吸的方式是通过 扩张胸腔 让呼吸的空气进入到上肺部 那这样的呼吸方式呢 不但不会减少压力感 反而会增加我们的紧张感 那正确的方式呢 是通过呼吸 让呼吸不断的往下沉 一直到我们的下腹部 然后在呼气的时候 自然的让空气释放出来 不需要去刻意的挤压腹部 工具二 释放紧张感的身体扫描 当你察觉到自己紧张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一下 自己到底是哪个部位比较紧绷 比如说常见的是肩颈 面部还有手脚 那你在你感觉到很紧绷的区域 在吸气的时候 让这个区域完全的紧绷起来 比如说我的这个手臂 然后在呼吸的时候 慢慢的把这样的紧张感释放出来 如此反复去交替紧张和放松 那你可以从脚到头 这样的做一遍 你的紧张感就会得到很好的释放 所有这些化解紧张的音频 还有更多我没有提到的指导音频 我都会放在留言区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取 如果你觉得这一期的视频 对你有价值的话 请给我一个一键三连吧 你的鼓励对我非常重要 我成为B站百搭UP主的小目标 就靠你鼎力相助了 最后祝你考试顺顺利利 大吉大利 快点 祝你 超一点词 可力量实异 可力量桅 有邉行 啊